有時候民進黨當局辦事確實是挺令人心寒的 在行發生之後國台辦是第一時間表示密切關注災情 願意提供協助 大陸成立滿滿而台當局卻反省了 To the town of Hualien Electricity for example had not been shut down and that shows you how resilient many Taiwanese communities are 有時候民進黨當局辦事確實是挺令人心寒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目前超過八十多個國家 七百多個政要發文對我們台灣表示關心 那日本外務省更是捐款高達一百萬美金 日本民間也是在短短一天募資到了八千八百萬日元 這個還不算其他企業家跟藝人的錢 那事實上台灣這次比起日本三交曜來說 損傷是非常的小 那有這樣的金額啊 確實令人家蠻欣慰的 希望花蓮天政府不要再亂花錢綁裝特定行業或是宮廟 當然這個以上是我的猜測啦 呼籲一下啦 不代表你可能要做這個行為 今天還看到徐政衛傀儡政權 令諸侯的那位花蓮王 他貼出一個他家裡琳瑯滿目的樣子 滿滿的禮品 萬國來朝的共品就這樣掉在地上 我身為一個花蓮國庶民啊 看到這樣的狀況 為我們的聖上我們的聖後啊 感到痛心疾瘦 而海外各大媒體啊 像英美日韓等等 都在報導台灣這次的地震 造成的傷亡跟倒塌的建築啊 遠比其他國家同等級規模的地震來說 少的非常多 而最讓外媒驚訝的是 這次地震啊 確實沒有帶來什麼停電或是這個電力系統的損耗 還有這個儲備量能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而美國地質學家也說啦 台灣啊 是比起其他國家來說有更全面的準備 對付地震的能力跟日本差不多 他舉例 2010年的海地地震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在這些外媒大量在報導台灣的時候啊 非常多的小粉跟舔工的台灣人 見不得台灣這次竟然A死得這麼少人 台灣竟然在這方面取得國際上的一個重大名聲 他們很不爽 那紛紛跳出來嗆 你看你們這些海外媒體啊 就是被台灣民進黨收買去造謠啊 CAN也被收買造謠啊 這時候花蓮地震 震央是在花蓮外海25公里 所以啊 沒有可比性 對吧 你看喔 2010年 海地發生地震對吧 當時的震央是在陸地上 造成了10到30多萬人的A死 那你也知道在這種低發展 同時也是半獨裁 常常這種動亂的國家來說 根本就不會 精確的去統計這個人員的數量 就是草草了事對吧 所以啊 給出了10到30萬不等巨大的數字額 而美國研究報告也指出啊 比較精準的數字應該是在16萬上下 喔我們看到2021年啊 海地也發生了規模7.2的地震 造成了2000多人的A死 房屋倒塌呢 更是不生沒局 而這些震央 通通都是在陸地上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近期震央 發生在陸地上的地震 有哪些 就在兩年前啊 2021年的918台東地震 大家是否還有印象 那時候花蓮玉里一家7.0倒塌對吧 還有啊那個7.0店員啊 就在前面那張照片 那那次地震啊 還造成了台東市日治時代的老屋倒塌 喬敦斷裂 那東里小站的遮雨棚倒塌 那這個震央就是發生在台東跟花蓮的陸地上的交接處 那兩次的6強 規模在6.6到6.8之間 其他餘震也都高達了5次的5強 造成了一人罹難 170多人受傷 那我不知道小粉你為什麼見不得歐美說 我們這次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慘烈 然後你會很不爽 為什麼呢 OK我們剛剛舉完發生在台灣陸地上的地震 鎮央在陸地上了 我們再來舉例 2023年12月18號 鎮央同樣發生在陸地上的 中國甘肅基石山縣 那個時候發生了規模3.2到6.2不等的地震 最大強度為6 造成了151人的S 980人受傷 房屋倒塌 不聲其術 還有某些村倒了一大半 你們先往自己去查 那些圖片 這邊就不放了 那三組發電機機台跳砸 其中還高達了314座的基站損毀或停電 造成了青海甘肅許多村落 縣城 斷電 直到12月24號才恢復了縣城的電力 最重要的是 許多捐贈到甘肅的物資 都被轉賣 或是被搶走 像是有一名中國服飾業的老闆 他就表示 他因為不相信某些單位 哪些單位他不方便說 所以他聯絡了當地甘肅的老師 捐了幾百件的 羽絨衣給當地的學生 簽收人 就是老師的弟子 對吧 那正常來說這個老師如果沒有去簽收的話 其他人是不能領的 結果老師 並沒有收到貨物 所以打電話問了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打電話去問才知道 被中國的郵政給攤走了 說因為要統一給當地 做救援分配的物資 所以我只願意賠你3000塊人民幣的 幾百件羽絨衣的損失費 那這個時候老闆就納悶了 我是要把這個物資給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再分給學生的 就算要捐贈 也是要有那名簽收人老師去分配 不是由你中國郵政去分配 但這個影片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小嫂也沒有出來幫忙維權 也沒有幫忙抗議 我當時也分享過這條影片對吧 而更多的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不管是桌州 霸州水災 湖北洞雨 乃至甘肅地震 都可以看到民眾 瘋搶物資 沒什麼排隊 搶 那另外一個面向是什麼 民眾跟官員 部分人在倒賣物資 當然 在中國也是有很多善心人士 所以才會出現那個中國服事業老闆 對吧 這種狀況 什麼瘋搶物資 倒賣物資 在台灣跟日本來說 非常少見 有 非常少見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小粉要拿這些事情 讓我來打臉你們 而且我打臉你們打臉的 最多是在 你們災後的狀況 政府的反應 當你們打臉我們是打臉的時候 什麼 地震是發生在海洋 地震是發生在陸地 所以地震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把天災要往我們頭上壓 我們都是在反應你們 人禍的方面 你們政府方面的問題 你們政府對人民的安置跟態度 還有你們當地的保險業 賠償的金額 會不會刁難你們 會不會賠你們 你們政府的賠款 造成的人禍賠款 還有一些救助補貼 會給你們多少 會不會給 像桌州霸州那些受災戶 最慘的 快兩個月水才退 拿到了多少賠款 因為那個水 本來就是要流往北京 跟 雄安心區的 是中共 放閘 才讓那些 本來該流往這些的水 跑到桌州霸州 所以這算人禍 犧牲桌桌霸桌 保北京 保雄安 你們賠了多少錢 幾年前 鄭州水災 當時 賠償農戶 一頭豬才十幾塊人民幣 然後那個地 一坪十幾塊 你們那個時候是趁著大雨中泄紅 我們還可以看到 像我們台灣還有業者送海鮮便當 跟炸雞 發生規模祭典的強震後 許多人一夕間 沒了家園 因此成為 受災戶 舊餐廳業者 特地為大家 準備熱呼呼的美食 尤其這一箱 裡面居然是 龍蝦便當 受災戶拿到後 又驚又喜 這個餐點 如果跑到 甘肅地震 桌州水災 會怎麼樣 風牆一片 不排隊領取 強 我確認就分享過好多 桌州霸州 風牆物資的畫面 對不對 還有 善心的民眾 開著自己的橡皮艇 去救災 結果自己的橡皮艇的引擎 被偷走 讓他非常心砍 他以後不想救災了 那這些原因是出自於什麼呢 我相信你們自己心裡有答案 來我現在就來講一個真實的例子 我們在批判你們什麼 4月3號 我們台灣花蓮發生了 重大的地震 對吧 而這也有影響到日本 甚至你們中國 那在你們中國的溫州 有一所中學 也發生了大騷動 許多學生感受到地震 紛紛無秩序 亂竄 逃亡 老師跟校方 並沒有組成 有效的疏散機制 導致學生們亂撞成一通 有好多人受傷跌倒 踩踏 而當地政府跟校方 卻把這件事情壓熱度 更誇張的是有學生指出 老師叫學生們 留在教室內繼續上課 他自己先給跑了 這是不是跟 十幾二十年前那個 新疆大火一樣啊 讓領導先走 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知道這麼多人一起出來 肯定會造成很混亂 踩踏 所以老師自己先跑了 這種事情都是我們在罵的 在批判的 而不是針對 這個災難來了 不是發生在哪兒 沒有很大的損失啊 好可惜 沒有 是你們才有這種心態 看清楚啊 小粉紅 去監督好你們的政府 所以你要噴 就請你去噴那些歐美日韓的電視台啊 對吧 去噴那個美國地質學家啊 因為你們這些小粉紅跟鐵工的台灣人 你們地質學肯定比這個美國地質學家還來得豐富 就像文革時代 你們這些革命小將 都比愛因斯坦懂物理化學 比愛因斯坦聰明 所以你們要去批判 批鬥愛因斯坦對吧 當然啦我相信啊 這個政央啊 如果發生在花蓮市啊 肯定啊 會比這次上往來的大一些 而我們的建築品質跟中國 還有海地的一樣 那是不是更慘 是啊 所以不用跟我講這些屁話啊 你是多想要政央發生在台灣陸地上或是這個大城市中 在921等等這些大地震之後啊 我們台灣的這些法規啊已經嚴格的規範新蓋的建築品質對吧 還有規範一些微樓的風險基本上是有在進步的 那這次地震啊也發生了一個奇葩的事情有網友發現了 舒嬅公路旁的清水橋啊在這次地震中斷掉 而旁邊啊 有一座1930年由日本人蓋的橋卻安然無恙 那許多網友紛紛大戰 日本1930年代的安全保障啊領先 2024年的台灣 事實上是1970年啦 因為那個清水橋啊 是1970年國民黨蓋 所以我想說我不否認日本現在的安全技術層面了 肯定是比台灣先進的 而日本人的民族性普遍來說也比台灣人更細心 而更求好心切 這個我相信應該 我們也不否認啦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家裡是做工廠的 一個朋友他的彰話他跟我說 他們家遇到的日本客戶啊 好煩啊 鑽牛角尖啊 因為他認為啊 他們家認為 一個電風扇不需要做到非常的耐用 你最好是這個電風扇可以讓他一直來你家來維修 或是重新買一個 這樣是最好的 只要你不要太誇張 買回去幾個月壞掉 或是一年壞掉 就讓他 差不多那個年限 維持在那個年限 這樣我們維修廠才可以一直賺錢 我們 才可以繼續賣點新的 我們可以繼續賺錢 但是他遇到的日本客戶要求啊 這個電器可以用個十幾二十年 那我朋友就覺得 你一個東西用十幾二十年 那我們還怎麼賺錢 我們售後服務 跟維修還要怎麼賺你的錢 所以當時就跟日本人拒絕掉了這個合作 我當時心裡覺得就 嗯 好喔 這就是兩國人民的 心態差別啦 而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一次斷掉的清水橋啊 是國民黨政府在1972年蓋的新橋 那這次斷掉的橋啊 也剛好是被大量的落石砸毀才斷掉了 對吧 剛剛提到1930年那個日本橋是沒有被砸到的 所以啊事實就是如此 那我還記得大概十幾年前吧 具體是哪年旺啦 在太魯閣往天翔那邊 離我家非常近 有日本人蓋的橋 也有國民黨政府新蓋的橋 有一支颱風來的時候 新蓋的橋 斷裂了 而日本人的橋 完好無損 當然是什麼具體原因啊 我不清楚 因為颱風走之後啊 我爸都會 開車帶我們去 家裡附近看看那個災情 我只記得我爸那個時候 就對著這個國民黨新蓋的橋 罵 怎麼那麼爛 你看旁邊那個日本橋都沒事 而最近啊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 何田章啊 他發文指出 台灣的新建築技術 也有比日本先進的地方喔 RAR不讓建築物搖晃 會在大樓工程使用 減正橡膠 那台灣大樓的一樓只有柱子 上面卻有七層 十幾層 如果一樓的柱子斷裂 全部都會倒塌或傾斜 而這種回損方式在日本 並不會發生 卻引來日本網友的批判 我們日本也有新舊大樓 對吧 混在一起 我們日本也有豆腐雜工程啊 所以不存在你說的不會發生在日本 你說的太過誇張啦 那最誇張的還是什麼呢 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也是現任的中共國 駐聯合國的副代表 他在聯合國上大眼不纏地表示 感謝國際社會對我國台灣省的關心 他代表中國台灣 感謝國際友人的捐贈跟祝福 中國台灣地區發生的強烈地震 中國大陸方面對此次地震造成的傷害 高度關切 我們感謝國際社會表達的同情與關心 這就是小草說的 政治歸政治 音樂歸音樂 體育歸體育 救災貴救災 你代表我那又怎樣 所以這些人反而在檢討 我們不要跟中共抗議 不對 你不能代表我台灣 你不能代表我中華民國 小草總會說一句 你抗議也沒用 對啊 就跟你的人生一樣 抗爭都是沒有用 你不如躺著好了 反正柯文哲也不會上 你上街投票幹嘛 你去抗議幹嘛呢 他也不會上啊 所以你出來發生都是個屁 話不是這樣說 你也知道 你只要出身站出來就有機會改變 對吧 我們自己人不團結出來 對外界發誓說 不是他說的那樣 那其他國際有人 如果時間長了會怎麼看我們 你們好像也沒有在幫你們自己抗爭 那我何必幫你們抗爭呢 那我以後是不是 有事就找中共就好 反正你們台灣人也無所謂啊 那就按中共說的那樣 那省得我麻煩去幫你們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捧手 我是爸好下午見啦 掰